男孩一脚将外婆的瓷罐踢翻 还将外婆唯一的布鞋丢掉 害得外婆只能光着脚去上山挑水 一不小心就会被石头刮伤 而男孩这么做的唯一目的就是 为了买游戏机的电池 几天前 男孩的妈妈失业离异 为了方便 妈妈把她送来了 乡下的哑巴外婆家 可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男孩 一见哑巴外婆 便对她嫌弃不已 而过分的却不止如此 和外婆到家 外婆辛苦地围男孩 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可男孩却只自顾自吃着 从城里带来的罐头 外婆跑到柜子里拿出 仅有的糖果 希望男孩可以吃点好吃的 但鼓刀电视的男孩 却是直接视而不见 跑到一旁玩起了游戏机 虽然男孩对外婆并不友好 但外婆表现的却只有包容 男孩说外婆脏 哑巴了的外婆便赶紧 在胸前画着圆圈 表示道歉 见男孩不吃自己做的饭 外婆便给她找 自己仅有的糖果 男孩围着自己滑轮滑 外婆也更是一声不吭 只会在男孩玩完后 默默地把炕收拾干净 可外婆对男孩如此的爱 男孩却没有看到 这天男孩的游戏机 被她打得没电 一心只知道游戏的男孩 便跑去跟外婆要钱买电池 但常年生活在这农村的外婆 身上哪有钱啊 外婆套都向男孩示意没有 可男孩却并不相信 为了找钱 男孩直接来到屋里 翻箱倒柜 但倒出来的 却是一堆杂物 一毛钱都没有 可玩心中的男孩 买电池的想法 却并未消除 这不第二天 他便看到了外婆头上的银发簪 脑子一转 趁着外婆睡着 男孩便直接把他的发簪拿了下来 为了买电池 男孩寻着路 来到了村里的小店铺 可到了却得知 店里根本没有这样型号的电池 并且等他拿出银发簪时 还遭到了店铺叔叔的教育 这边 找不到银发簪的外婆 很是着急 可他也无可奈何 便只得先找个家里 仅有的破汤匙随手带上 回家到家 男孩看到外婆 头上别的破汤匙 心里似乎也有了触动 于是便重新将 银发簪化了上去 男孩虽然也还想要电池 但老板白天的教育 似乎并未白费 这天 男孩在门口的走廊上睡着了 而外婆便开始拼起男孩的积木 想学会了和男孩一起玩 但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 他却笨手笨脚的 怎么也学不会 傍晚两人坐在一起 外婆关心地问男孩想吃什么 可得到的却都是一些 没听过的词 不知所以的外婆 以为男孩是要吃鸡 却不便冒语 弄来一整只鸡 晚上外婆将鸡做好 掰下一整个鸡腿 拿给男孩 可看着眼前的鸡腿 男孩却没有接 反而将外婆给成了饭打翻 转身和外婆闹起脾气来 外婆倒也没介意 而是赶紧将脏了的米饭捡起来吃掉 半夜因为没吃饭 男孩饿得睡不着觉 起来便找到鸡腿 然后将一整只都吃掉 清晨男孩早早地醒来 可外婆却窝在床上 原来外婆是因为 昨天淋了大雨生了病 男孩见外婆生病 便将自己的被子 给外婆盖上 还笨手笨脚地 给外婆弄来吃的 第二天 外婆见男孩 仅有的小皮鞋不合脚 便拿着自己的菜 带着男孩 来到集市上去卖 一上午外婆的菜 终于卖完了 赚了钱的外婆 心里想的只是孙子 这不赶紧便带着男孩 换了一双合脚的心血 而男孩却因为鞋子 不是太好看 一脸的不高兴 看着外婆给餐馆老板 结账的零钱 男孩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回来的时候 男孩路过县里的商店 看着各式各样的电池 心里泛气痒痒 可想起外婆给老板的零钱 也是没了举动 上到车上 外婆看见男孩 见其他人在吃巧克力牌 很是想吃 便捡起样品带来到商店 给男孩买吃的 而商店的奶奶 正好是外婆多年的姐妹 看着外婆拿出的包装袋 姐妹便明白的 赶紧给外婆装起巧克力牌 说什么也不要她的钱 两人因年迈 多年未见 姐妹只希望 外婆和她在死之前 可以再见一面 买到临时的外婆 赶紧跑回车里 想拿给男孩 但坐在车里的男孩 却因为面子 没有要外婆的东西 而汽车也到了发车的时刻 这不随着车的发动 外婆的把棍被刮掉在地上 只留她一个人站在风中 下了车 男孩一人回到家中 很是开心 可没一会 男孩就受不得了来到车站 等待外婆 汽车过后 男孩终于看见了外婆 可男孩见她的 第一句话却是埋怨走得慢 外婆赶紧在胸前画圈 表示自己的歉意 原来外婆为了省路费 直接从集市上走了回来 男孩接过外婆的包裹 两人在路上 一前一后地走着 但男孩却并不是往常 偷偷地往外婆的包裹里 塞着巧克力 为了和心爱的女孩玩 男孩这不开始 梳上自己的头发 换着各种姿势 为了让自己看着更帅一点 男孩直接就是让外婆剪上头发 但外婆的手艺似乎并不好 这不男孩看着自己的头型 又开始埋怨起外婆 到了男孩去找女孩那天 外婆让她穿上新买的鞋子 可她却觉得难看 直接就是给踢到了一边 半路 男孩发现外婆 给她的游戏机包上了花布 包得这么难看 这还怎么送人呢 这部男孩直接变把 游戏机拿出来放在兜里 一会男孩来到下坡 他决定坐在车上滑下去 可意外却发生了 男孩狼狈向家走去 路上他偶然翻开游戏机 却发现 里面多了两块钱 男孩知道 这是外婆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回到家 不知是因为受伤难受 还是因为发觉了外婆的好 男孩见到外婆 便抱着她哭了起来 晚上回到家中 两人相处得很是和谐 男孩教着外婆识字 外婆也跟着学 男孩告诉外婆 如果她生病 就给自己寄一张空白的信 伴随男孩说着 外婆也不自觉地哭了起来 终于假期结束 到了离别的时候 外婆带着男孩一起来车站等车 带到车来 外婆一直紧紧地盯着 男孩上车 而男孩似乎也放不下外婆 跑下来将自己的卡片留给外婆 车子将要发动 外婆和男孩招呼最后一面 可男孩却因为不好意思 没有抬头瞅外婆 带到车开走 男孩终于忍不住了 跑到窗边 和外婆坐着告别 回到家中的外婆 也是看着男孩卡片背后的字 思念男孩 这部韩国小成本电影 全程的台词没有几句 但却把亲情 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经上映 便总览票房 评分更是高达9.1分 无数人看完纷纷落泪 希望大家珍惜身边那无声的亲情 他并不红烈 但一直伟大的默默守在我们身边 我是钢蛋 下期见